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4月22日星期三,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蓝眼看世界》的Voice节目 现在呢,我给大家插播一条最新的新闻啊,就是福克斯网站爆出的在加州的一个郡呢 有可能发现了美国最早的这个新冠病毒死亡病例 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加州的这个官员呢,已经发现了这个死亡 这个死亡呢,是在2月份和3月初发生的 加州的一个这个郡叫做Santa Clara这个郡呢 周二的时候宣布有三个人,他们呢是在家中死亡的 在2月6日,2月17日和3月6日 然后他们的这个尸体呢,之后呢被进行了这个解剖 而且他们这个尸体的这些物质呢,被送到CDC,然后检查 最后呢被确诊是这个新冠病毒阳性 我们看这个最早的时间是2月6号啊 但是我们之前知道,我之前也做了一个视频 就是2月29号的时候,美国才在当时的这个白宫的防疫 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美国的第一例死亡 就是一个来自华盛顿州的一个男性 当时我那个视频也给大家讲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面 就是当时这个记者招待会上 特朗普也是对着全国观众的面儿说 There is a wonderful woman in her 50s 有一个50多岁的,很棒的一个女性 不幸的去世了,a wonderful woman 结果呢,这个记者招待会刚刚一结束 马上呢,这个华盛顿州的这个政府就澄清 说去世的是一位男性,而不是女性 结果就让这个特朗普很没面子 在这个全国电视观众面前就被打脸了 美国第一例死亡,连这个男女都分不清 我呢,把我当时这个视频的链接发在下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现在呢,已经确定了美国最早的 因为新冠疫情死亡的肯定不是 2月29号了,是2月6号 这个呢,是已经发现的这些死亡病例里面 最早的是2月6号 有没有可能比这个更早呢 当然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 然后呢,这个当地加州这个郡的官员说呢 他们把这个样本送到了CDC做检验 然后这个检验结果是周二出来的 回来的,所以他们才在周二做了这个宣布 然后他们还进步补充说呢 这些官员说,说这三个死亡病例呢 是在加死亡的 因为那个时候呢,只有非常有限的这个检验 是可以被大家获得的 而且呢,是可以被这个CDC获得的 因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啊 当时呢,CDC就是给你做这个检测的标准 是什么样子呢? 是非常限制的 只能给那些最近呢 有在国外旅行经历的人 或者说呢,他有一些特定的症状 就是跟这个新冠肺炎病情相一致的 这个症状的人才能可能获得这个检测 这个呢,我在之前视频也多次说了 美国最开始二月份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检测呢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甚至在三月中旬,这个大爆发以前 只有很少数人才能够获得这个检测的机会 而如果你没有去国外旅行过 你没有这个症状 那么人家是不给你检测的 这个呢,当时也确确实实是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吧 最后呢,我想说的是 在这个加州发生的这些事情呢 在其他的州也是有很多类似的事情 就是很多人呢,他觉得自己有可能感染病毒 但是没法测,你达不到这个测条件 包括是这个纽约市 也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 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呢 就是美国呢,一直在尽可能的找 最早的这个死亡案例 当然是美国国内的 这个美国国外他没有这个能力找到 而且这个加州的这个政府官员也说 说我们呢,期待着 肯定呢,会有更多的这个 关于这个新冠阳性而死亡的病例被爆出来 就是说现在不是不爆 还是时候未到 你呢,还没有 就是让这个CDC确定 将来呢,随着他们 对这个越来越多的人进行尸检 那些人呢,是怎么死的呢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或者说有可能是诊断成流感 但是之后呢,一解剖尸体之后发现 哦,不是普通流感 其实就是呢,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阳性 所以我们可以意想得到吧 将来肯定会爆出比这个 2月6号死亡更早的这个案例在美国 能够最早到什么时候呢 这个就要看这个美国是往回 回溯追测到什么时候 如果就追测到今年1月份 那么最早的这个 就只能说是1月份 再往之前,比如说去年 甚至比武汉爆发还要早的 有没有可能这个 当时诊断死于这个普通流感的人 就是其实也是这个阳性呢 这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这个完全是美国的这些卫生部门可以控制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这个还是往前进了一步 起码是最早的 又提前了将近一个月 从2月29号到了2月6号 那么事情进一步的发展会如何呢 我会为大家继续关注 好的,非常感谢您收看 如果喜欢,欢迎您支持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记着把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标志打开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您第一时间收到我最新上传的视频的信息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